继续来关心实案风暴 前鼎新董事长魏应冲 10月31号遭彰化地院裁定序押后 魏应冲的委任律师再度提出抗告 而台中高分院在今天裁定驳回 认定魏应冲所涉及的案件影响社会秩序甚大 一旦获得交保 还是有可能与其他的被告或证人串供 因此驳回抗告 而这也让魏应冲今年的跨年夜 得在看守所中度过了 感谢观看